今天是在苗栗縣的大平鼎 有一家正在整修中的工廠 结果发生了阴架倒塌的意外 有两名工人坠落了 其中有一名三十七岁的 销信工人伤势严重 他是从二楼直接掉落到了一楼的地面 那么现在是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 而消防队员把他台上救护车赶紧送医 另外一名二十二岁的工人 身体状况是到处都有挫伤 但是至于是什么原因导致阴架倒塌 现在警方正在调查 嗨 我是庄宇杰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订阅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